大家好,又是我健身教練Jonas Sir 昨天教了一個動作,是一個登山跑 今天我們一樣換回家裏的東西 然後我們會做另一個動作 昨天我們會做前後,今天我們會做左右 我們今天第二個動作,是叫左右跳躍 我們同樣地是用那張椅子去做這個練習的道具 我們首先站在椅子的右邊 然後我們左腳踏上去椅子上面 雙腳在椅子上面之後,左腳落地 然後右腳慢慢落地 我們會重複做這個動作 上去椅子上面,然後在另一邊下來 而你拿到這個平衡 你覺得開始熟習這個感覺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快速的跳躍動作 這個動作我們其實主要是想鍛鍊我們的心肺 我們的靈活性和脅活性 而亦是訓練我們兩邊腳部的肌肉 好了,初學者我們要留意的就是 我們要注意平衡 上去之後,如果我們覺得自己的平衡不是做得那麼好 我們雙腳站在上面 當你拿到穩定之後,我們才用單腳落地 好,我們今天的左右跳躍就到這裡了 同樣地希望大家在家裡有一個好的鍛鍊 希望大家可以同心抗疫 祝願大家一個好的身體 明天我們會用這張椅子 集中去上滿身的運動